朋友们啦,我们今天学习如何借助AI工具快速做一部儿童故事影片 大家好,这里是橙子学习录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影片是什么类型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 OK,我们今天的教程分为三部分 一,AI写故事,二,利用AI生成合适的图片 三,图片处理成动态效果,语音合成,以及视频剪辑 我们都在同一个软件里面去进行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打开Chart GPT 请他帮我们写一个儿童睡前故事 适合2到7岁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Chart GPT很快给我们写了一个故事 这里如果你选择要做英文的故事 那么你可以让Chart GPT把这个故事翻译成英文 然后我让Chart GPT帮我生成一个图片的prompt指令 这是为了第二个步骤做准备 接下来我们到Nianado AI去生成图片 我们可以浏览主页给出的参考案例 如果有比较喜欢的风格 我们可以复制别人的指令 来进行部分修改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图片 这个星空跟我的故事主题比较贴合 那我去复制它的指令 再把Chart GPT生成的指令也复制过来 粘贴下来 然后我选择删除部分我不需要的 可以多尝试几次 得到我们比较满意的图片为止 第二次生成的图片效果就还不错 我保存我比较喜欢的一张 接下来我们到CapCart 这个工具我真的是蛮喜欢用的 主要是可以给我提供比较多免费的选择 而且功能也比较多 点击创建新影片 选择16比9的比例 把提前上传好的图片拖到视频轨道 然后我们给图片添加一些动态素材 这样图片就会更加栩栩如生 我们点击贴图 搜索光 因为我这个故事和星星有关 我会选择添加一些闪闪发光的贴纸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我添加一些下雪的效果 这样会感觉比较浪漫一些 也会比较符合我们今天故事的主题 复制两个分别调整好位置 我给图片加几个动态的星光 这样就好像星星在天空一闪一闪的感觉 你还可以去添加更多需要的素材来丰富视频效果 或者可以添加一些滤镜来丰富画面效果 只要把鼠标放在滤镜上面停留 它就会显示滤镜的效果给你 然后找到合适的滤镜 右边基础那个地方可以修改滤镜强度 画面处理好了 我们来合成语音 点击文字 创建内文文字 把ChatGPT写的故事复制过来粘贴到文本框 然后把不透明度降为0 点击文本转语音 我们先点击旁边的小耳机图标进行试听 找到合适的再点击生成 不然会一下子生成很多语音到语音轨道上面去 语音合成好了 我们看到语音轨道很长 然后我们需要把上面的图片和所有的贴图效果长度 都匹配成语音的长度 接下来我们点击字幕 点击自动字幕 字幕可以选择的语言还是蛮多种类的 我们选择英文 接下来我们给视频做一个标题 这里有很多模板 选择一个喜欢的模板 把标题写上去就可以了 调整好大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效果吧 ones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village where the nights were always especially beautiful the favorite activity of the children was lying in the yard gazing up at the stars every night as darkness fell The sky would twinkle with countless stars Like tiny diamonds Offering everyone beautiful gifts One day One star in the village sky became different